台北大學李教授 府仁大學張明瑋教授 還有我們羅秉承大律師 各位在場的女士先生 大家好 今天這一場次 是第四個場次 想必前三個場次 有很多專家學者 發表了他們寶貴的意見 那這一個場次 是台北大學李教授 就美國這個羈押與黃桃機制 它的演進 它的進程 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我也先拜讀他的大作 裡面比如說有一個重點 無罪推定 在我們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是判決確定之前 但是在美國 他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說第一審經過判決有罪的時候 就認為無罪推定就到這裡 然後有要羈押的這個可能性 那我想這個觀點 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因為我們刑事訴訟法 一向是主張 這個判決確定前 都是無罪推定 諸如此類 裡面的這個內容 相當的精彩 我想雖然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有不同的法律規定 但是我想他們也是一步一步 這樣演進過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感謝 這個李教授來做一個報告 另外我們語談人 詹明偉教授 劉秉承律師 我也希望能夠藉由他們精闢的見解 來注意我們今後 怎麼來做好黃陶與羈押的機制 接下來就有請李教授了 副署長羅律師 張老師還有在場的各位先進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來報告的這個論文 他的題目就是像如同 投影片上所說的是 有罪判決後的保釋跟羈押 那我預計從幾個層面 來跟各位聊這個題目 那第一個題目 大概就是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我們現行法制的困境 那相信在很多場次當中 大概都已經有講過說 我們現行法制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不會拖太久 那再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美國的聯邦的制度的相關規定 然後再來我們會回頭來看一下 我們的國家的規定 我們國家的相關的條文 出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我會提出一些建議 我們的行事作用法 應該有怎麼樣的一個相對應的修正 來解決很多很多的 這個我們目前現行的問題 那我們從第二開始 我們目前法制的困境 那現在的困境當中 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這個在 我翻了一下 今天的各個報告當中 都有提到了 就是人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那跑到已經去 至少如果說報紙的雜誌 報紙的報導沒有問題的話 已經那個人已經有罪判決之後 人跑到 法務部都已經不好意思 公布那個人數了 就是那個人數已經是太難看了 怎麼人一直跑 一直跑 那這個會有什麼問題呢 其中 歸結回來大概就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審判中的積押 是不是有 審判中到底可不可以積押這個被告 不管這個被告有罪判決的沒有 只要一旦起訴了 那麼要不要積押是純粹都是法院的權限 這個在很多的判決當中 以及從我們條文當中 大家都看得出來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規定的這個解釋的方向 是不是妥事先姑且不論 那至少目前事務上的運作就是 把這個當成是一個法院的一個權限 那麼在審判當中不管訴訟進行到什麼程度 不管說是不是法院已經決定要預知有罪判決 或是說整個審判的過程當中都已經覺得說 法院的新證七七八八的 大概就要判有罪了 假如那個時候其實還是不能夠向法院申請 積押 這個時候他頂多只能夠促請法院注意說 法院請你注意一下 萬一你下有罪判決的話 那麼這個被告可能是會跑掉的 所以請你注意一下是不是在這個時候應該要做個積押 是應該要做個積押審理了 那這個因為只是促請注意而已他沒有申請權 所以準跟不準法院根本也不用下任何的裁定 這個時候法院覺得要 那他就做積押審理 那這個再做 那如果法院薄掉 法院覺得說這個時候沒有必要啊 因為我不想要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不想要做這個積押的裁定 我不想做這個積押的審理的話 假官也根本無從抗告 他也不能夠說我促請法院注意了 那法院不理我 那我再來提個抗告跟準抗告 這個基本上是假官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那麼再回頭來看就是說 如果這個被告在整個審判過程當中 都沒有做成任何積押的審理 不是在積押當中的話 那麼法院也很有可能他傾向於不做積押的審理 他不會自己依職權 如果前面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動作 這時候也不會有 他會不會傾向於不要去依職權做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不做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避免透露新證 很怕說我審到一半了 然後突然可能幾個證據證人還沒有傳完 證物還沒有看完 筆錄還沒有看完 這個時候法院突然跳出來說 好我們下一個停期我們來做積押審理 這個時候法院很可能會有透露新證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卡到了我們的積押的要件之一 就是犯罪嫌疑重大 如果我想要做積押審理 是不是我覺得你犯罪嫌疑重大 那我來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透露新證會有什麼問題呢 透露新證的問題在於說 因為我們要求法官這整個審判程序當中 必須要維持無罪推定的新證 你必須要推定我是無罪的 除非假官提出證據證明我是有罪的 那如果這個時候莫名其妙 你開始來做這個積押的審理 那是不是就似乎會讓大家覺得 法官根本沒有維持一個無罪推定的新證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法官就會傾向於不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我這樣做這個事情之後 我後面的審理可能會完全進行不下去 我後面的審理 我不管做什麼事情 可能被告或他的辯護人都會質疑說 你會做這些事情 都是因為你已經認為我是有罪的 那到底這個審判怎麼進行下去 這個整個審訊當中會不會搞得更複雜 都是可能的 再來就是下個問題是我們的條文 很多的前輩都有提到 就是我們的宣誓判決被告是不用來的 那這個時候馬上出現的問題就是 我做宣誓判決了 被告不用道庭 被告不用道庭的情況之下 我根本也沒有辦法在當庭做這個 激押的審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條文101跟101之一 都規定了 要做激押審理必須要有訊問被告 你沒有訊問被告 被告沒有道庭你根本無從訊問 你無從訊問的情況之下 你根本不可能做任何的激押的裁定 那再下來就是我們現行法的規定 那怎麼去解決了有罪判決之後的 這個被告跑掉的這個問題呢 被告在審判的過程當中 法院多半傾向於不要依職權發動激押的審理 在做宣誓判決的時候 被告不一定要道庭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有這個 我們就有這個 這個防逃的要點 那這個防逃要點 規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手段 看起來零零種種的好多個條文 不過呢 你整個歸納來看中 你發現的事情是 這些條文大部分就是在歸 大部分就重複了已經有的條文 就是說你如果發現他可能要跑掉了 要促行法官注意 那這個條文當中甚至還寫到說 申請法院機 不過那個根本沒有申請權 所以寫這個樣子 不知道是法制作業無問題呢 還是說寫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寫 那再來就是 他提供了哪些手段呢 就是必要的觀察跟動態掌握 那這個東西聽起來很炫 不過意思大概就是說 你就看著他就對了 那以至於這個條文操作到了最後呢 目前的檢查 不管是檢查的首長或者法務部 對於這一個防逃要點的評論 大概就這個樣子 鴕鳥心態浪費人力 完全完全的不切實際 這個作業要點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用的 也就是說它頂多就是一個作用 就是說我有一個條文在那個地方 我們好像這個條文可以解決 人跑掉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人是完全跑不掉的 因為看著一個人要花費多少人力 在場的各位做食物的工作的 相信比我們當學者的更清楚 盯一個人 盯一個人絕對不是靠一個人而已 盯一個人你要花的人是三個到八個人 以上的人才有辦法盯出一個人 那美國聯邦怎麼解決 有罪判決之後 被告可能跑掉這個問題呢 在1960年之前 針對有罪判決後的被告 他們在針對 我們以上要討論的全部都是 針對有罪判決後的這個被告 1966年之前針對 不管是偵查當中 審判當中 判決後跟判決前 1966年之前 在美國沒有任何的特別的規定 沒有任何的規定 特別的規定 除了死刑犯之外 任何人都有權申請保釋 不管是判決前 不管判決後 不管我被判奪中的罪 只要不是死刑 我都可以申請 我都可以申請保釋 那1966年的保釋改革法案之後呢 就針對了這個東西 做了一個違符的規定 那他這邊的規定是規定說 無論是判決前後 被告仍然是可以保釋的 仍然是可以保釋 那這邊加了一個要件 除非檢察官證明 保釋條件無法確保被告 不會逃亡 或者是不會對於他人 會公眾造成危害 也就是說 不管判決前跟判決後 假官如果想要申請 積壓這個被告的話 假官要負起這個舉證責任 證明被告 證明保釋條件 沒辦法確保被告 沒辦法確保被告不會逃亡 沒有辦法確保被告 不會造成危害 那這個66年這個法案 實施了十幾年之後 美國的聯邦跟美國的社會 跟學者之間 有很大很大的反彈 因為這個制度 對於有罪判決後被告 並沒有做任何的特別規定 以至於有罪 獲得有罪判決後的被告 多數的被告仍然在路上 跑來跑去 還是在路上跑來跑去 那大大的影響到 人民對於司法的威信 84年的保釋改革法案 就做了一個規範 它規範的模式很重要 就是有罪判決後的被告 是推定擠壓 推定 只要下有罪判決了 原則上 只要是你獲得重罪的判決 重刑的判決 這個被告是推定擠壓的 那麼這個制度 不一樣地方在於 1960年之前 有罪判決後的被告 原則上是不受擠壓 除非假官可以負舉重責任 證明我們剛剛說的那個要件 那84年之後的這個法案 就是照這樣規定 那會有這樣的規定 原因是因為 在66年那個時候法案 在66年那個法案裡面 有罪判決之後 被告還是一樣可以在路上 跑來跑去 這個時候這些被告 原來有機會對於他人跟公眾 造成很嚴重的危害 他可能會去恐嚇這些證人 他可能獲得有罪判決之後 他更不爽了 他跑去找這個被告 找這個證人麻煩 那再來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要保護民眾 因為這些被告 他不一定是找被告 跟證人麻煩而已 他可能對於其他的人 造成一些危害 因為有些犯罪 他的pattern可能是 像縱火之類的 他就是放火 他不一定要放火燒誰家 他就喜歡放火而已 像為了保護民眾 所以就採取這樣的模式 那另外一個立法的目的 就是維持刑法的嚇阻效果 也就是說如果法院 經歷了整個正當的程序 按照法定程序 都已經做成有罪判決了 那沒有道理這個人 還可以在路上跑來跑去 還可以像無罪 像一個無罪的人一樣 這個從事 他想做的任何的事情 維持刑法的嚇阻作用 那麼所以他們 現在目前的規定變成是 1984年之後的規定是 有罪判決之後 被告應受疾壓 那1984年之後的規範 也就成為了目前 美國聯邦的保釋法案 的一個基本的規定 也就是說 除非 在有罪判決之後 除非有明確的證據 可以證明 負條件的釋放 被告 有了負條件的釋放之後 那些所附加的條件 被告不會逃亡 不會危害公眾 不會危害他人 除非有這個證據 可以證明這些事情 否則的話 在有罪判決之後 重罪判決之後 被告要羈押 而且那個規定是規定 也就是說法院 必須要在做成了 重罪判決之後 附帶的做成了 羈押的這個裁定 這個是 這個要件的規定 因為要件如此的規定 所以舉證責任回過頭來 是落在被告身上 落在被告身上 由被告來證明 我今天獲得重罪判決了 可是你只要附加一定的條件給我 我就不會逃亡 我就不會 這個對於公眾 或他人造成危害 那麼這個是1984年的規定 那1990年之後呢 1990年之後 他們認為1984年的這個規定 還不夠好 那他們認為不夠好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認為有一些 極重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犯罪 他們認為那些人 在那些情況之下 立法的推定應該 予以裁定是不夠的 他們認為應該採取 法定的羈押模式 這個法定羈押模式呢 他們認為說 這些真正危險的犯罪人 在按照1984年的規定裡面 是不夠的 那哪些東西 他再度限縮了法院的裁定 在重大犯罪當中 法院要裁定羈押 那裁定羈押是哪些 哪些類型的犯罪呢 第一個類型的犯罪就是 罪重本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那些暴力犯罪 兒童性交易的人口犯運罪 跟恐怖主義犯罪 你只要是獲得這種判決的 量刑量在十年以上的 那麼就法定羈押 那個時候 被告是沒有辦法舉 被告這時候 無權提出證據 證明自己不會逃亡 因為他的逃亡的可能性 是立法者認為 你就是存在的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第二類型的是 死刑跟無期徒刑 如果你獲判的是死刑 跟無期徒刑的話 這個時候也是法定羈押 一定要預計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因為死刑跟無期徒刑 你的刑法的成本增加 極為有限 如果我已經判有刑 如果我已經判死刑了 我沒有道理不跑啊 因為我再跑 再被抓回來還能怎麼樣 就死刑嘛 無期徒刑也是如此 那第三個類型的就是 管制藥品犯罪 如果你獲判的罪行 是十年以上的 那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把這個東西放進來 是因為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多半都會 伴隨著其他類型的 犯罪的關係 所以把毒品犯罪犯進來 這三類的犯罪 只要獲制有罪判決 獲得重刑判決之後 法院是一定要羈押 被告不能夠舉證據 證明自己不會逃亡 那這個現行制度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現行制度之後呢 有罪判決之後 被告是應該 經過了66年 84年跟90年之後呢 目前美國的制度 大概就是如此 有罪判決之後 被告推定應受羈押 那麼除非 除非有明確證據證明 附加條件的釋放 可以確保被告不會逃亡 不會對於他人造成 不會對於他人或公眾造成危害 除非 第二個被告證明的事情是 被告的上述 不是為了辭職訴訟 他的確提出了法律上 或事實上重要的問題 法院因而有可能 會對於被告做成有力的判決 行度降低啊等等等等的 這些 這兩個要件符合了之後 被告才能夠釋放 那麼附加的條件有哪些呢 附加條件有非常非常多 那個這個 剛剛朱姐男官有提到過 他的條件非常非常非常多 不得犯罪啊 DNA採樣啊 定期報道啊 蓋過條款等等等等的 這些非常非常多 強制一定要就絕 一定要就醫 一定要就業 這些全部都是 那麼有罪判決之後的法定羈押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三個法定重罪 是一定要羈押的 那麼在我往下走之前 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的事情是 被告在前面這邊所提到的 被告必須要證明這些條件 被告所要復原條 有明確證據 被告要提出明確的證據 主任附加條件 可以 可以 確保被告不會逃亡 這個要件 這個要件 並不是 這個要件不能夠指示 實務上的運作 這些證據不能夠指示 當初你在羈押審查的時候提出來的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當初在羈押審查的時候 在起訴之前的羈押審查程序當中 你提出來的證據是 我不會逃亡 這個時候並沒有一個重罪判決存在 這時候沒有重罪判決存在 在這個時候被告提出來的證據 他不能夠指示 原本提出來的證據 為什麼 因為那樣子不可能說服法官 相信你不會逃亡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多了一個重罪判決 所以這時候被告要提出來的證據 是要證明說 即便我現在獲得這個重罪的判決 即便我現在獲得這個重刑的判決 你附加了這些條件之後 我一樣不會逃亡 必須要到達這個程度才可以 好這個是要跟各位 大概再附加說明的 那我們目前的條文當中 有哪些需要 以及目前哪些概念當中 可能有哪些東西 我們不要重新思考的呢 第一個就是無罪推定 很多學者 剛剛李玉順李老師也在 我們前面提到了 無罪推定的概念 我剛剛翻了一下 我們的論文 我們的會議論文當中 也提到了無罪推定的概念 每次只要提到了 有罪判決後的羈押的問題 無罪推定的這個概念 一定會被再提起來 就是說 你這樣不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嗎 等等等等 不過 我們往下去看 無罪推定之前 這邊可能有一個小小的 用語上的部分 可以跟各位溝通一下 無罪推定 其實這個用語是 是一個錯誤的用語 因為這個為 推定在法律上的推定 跟無罪推定的本質 是完全相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推定 是指證明A事實的存在 然後藉由A事實存在的證明 來認定說 B事實的存在 也就是說 你是藉由證明A 來認定B的存在 可是無罪推定 在無罪推定當中 被告所受到的保障 他不需要證明任何的事情 他不需要證明任何的事情 他就受到無罪的推定 所以其實 無罪推定這個名詞 是有問題的 因為被告沒有負任何的 決定責任 他不需要證明到什麼東西 才受到無罪的推定 這個是用語上 不過我們無罪推定 已經用了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美國也是這樣子用 各個國家都是這樣子用 那我們就一起湊下去吧 這個 無罪推定這個原則 我們可以從哪邊開始呢 從1215年的大憲章開始 那這個東西一直隨著 從英國一直流傳到美國 在美國的第五修正案當中 雖然沒有 無罪推定原則的這個名文 不過 美國的學者 美國聯邦罪法院 也多半都認為 從第五修正案 第五修正條文裡面的 那個Due Process of Law 都可以推導得出來 被告應受無罪的推定 那無罪推定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是 因為被告受到無罪的推定 所以檢察官對於起訴事實 負有無庸置疑的舉證責任 也就是說 檢察官 被告不需要證明任何的事情 被告不需要證明 犯罪事實的不存在 是由檢察官證明 起訴事實的存在 犯罪事實的存在 而且必須要達到 無庸置疑的舉證責任 必須要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才可以 那麼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往下推導的話 對於檢察官來講 審判是什麼呢 審判就是一個 證明受無罪推定的人 有罪的一個程序 無罪推定 如果說是這個樣子 那審判就是一個 對檢察官來說 就是一個證明 一個受到無罪推定的人 他應該受到 有罪判決的程序 對檢察官來講就是如此 那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往下看 我們的條文的規定 就非常有趣 我們154的規定是說 未經審判證明 未經審判證明 有罪確定前 推定被告為無罪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要問的事情是 那為什麼是確定前 為什麼不是有罪判決前 就已經 為什麼不是有罪判決前 受無罪推定 而是有罪判決 確定前 受無罪推定呢 從立法理由來看 我們的立法理由 總共引了四個立法例 就是葡萄牙 意大利 然後還有土耳其 還有世界人權宣言 使用有罪判決前的文字的是 意大利的憲法 跟葡萄牙的憲法 使用有罪判決前的文字的是 世界人權宣言 跟土耳其的憲法 也就是說你從立法力裡面 你看不出來 哪一種才是對的 因為至少有些國家 至少我們的立法力 我們的立法理由裡面 就引了一半是確定的 一半是有罪判決的 所以 那這個 無罪判決跟羈押之間 是存有張力的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 認為有罪判決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羈押它 我們會覺得很擔心很緊張 所以這兩者之間 存在了一個強大的張力 這兩個強大的張力 是因為理論上的衝突 也就是說 如果我是受到無罪的推定的話 你憑什麼 對我下羈押的裁定 使我受到一個 如同 徒刑一般的處遇呢 所以理論上會有衝突 第二個就是事實上 可能的新政的影響 在美國 在歐陸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學者 都做出了各式各樣的 實證的研究 去研究說 有受過羈押的被告 獲得有罪判決的比例 跟沒有受過羈押的被告 獲得有罪判決的比例 以及受到長期的羈押的被告 獲得重刑判決的比例 那麼後來他們發現的事情 是這兩者之間 有正相關的關係 也就是說 你受到羈押的 被羈押過的人 你越有可能獲得有罪判決 受過長期羈押的人 越有可能獲得 這個長期的這個行動 這個是可能會 實際上可能會產生的 新政影響 不過針對這種 針對這份實證研究報告 我在這裡有一個小小小小的挑戰 就是這個實證報告 你的解讀方向 可能有兩個方向可以解讀 一個解讀方向 就是說 羈押對於有罪刑證會有影響 其實有另外一個解讀方向 是因為 一個人會被羈押 就是因為有夠多的證據 他才會被羈押 那有夠多的證據的被告 他獲得有罪判決的可能性 本來就比較高了 不過這個 這是我講的 所以我也沒有實證 因為數據上 那是一個數據各自表述了 那就是 就是看你怎麼去解讀這個實證 的這個數據的 比較好的方法 我認為應該是直接去問法官 請法官匿名的 來表達一下意見 你們會不會因為一個被告 受到有罪 這個羈押了之後 你比較有可能 下有罪判決 這個我覺得 直性的分析 可能比量性的分析 可能來的更有用 那麼 從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認為 我認為有罪判決之後 就已經沒有 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 有罪判決後 就已經沒有 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 這時候已經沒有 無罪推定原則了 不用到確定 只要法院下了 有罪判決 就沒有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了 為什麼 因為無罪推定 所要求的事情是 至少他要求的一個東西就是 檢察官對於起訴事實 要負舉證責任 那麼如果檢察官 進到了舉證責任之後 法院就 法院就 法院才能夠 預知有罪判決 也就是說 你沒有推翻那個 無罪的推定之前 法院一定要下無罪判決 一旦你進到你的舉證責任了 那個無罪的推定 就被你推翻了 這個時候法院才能夠下一個 有罪判決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有罪判決之後 所代表的事情是 假官進到舉證責任 推翻了無罪的推定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怎麼可能還會出現一個情況 叫做有罪判決之後 仍然有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 這是原則上完全說不通的 也就是說 有罪判決之後 我們就應該要推定 這個判決是正確的 這個被告是有罪的 除非有上述判決 推翻這個判決 否則這個判決 應該被推定為正確的 這個是 無罪推定原則的觀念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有罪推定原則之後 如果我們仍然認為 它有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的話 將會跟法院做成 有罪判決的前提 是完全相衝突的 完全相矛盾的 那我們怎麼去理解 有罪判決 我們怎麼去理解 我們條文當中 那個有罪判決 確定後仍然應該受到 無罪推定 仍然應受 無罪推定原則的這個保護呢 我認為這個條文的解釋 之所以用確定這兩個字 在解釋上 唯一的 一個可能的解釋的方向就是 因為我們的二審仍然是負審制 二審仍然必須要對於犯罪事實 做重新一步的審理 他必須要重新檢視所有的證據 至少在理論上 實務上我知道都不是 不過至少理論上來講 就變成所有的證據都重新看過一遍 所有的證人必須要重新問過一遍 所有的物重重新要問過一遍 被告重新問過一遍 那因為所有的證據 都要重新來過一遍 確定這兩個字 它最大的作用應該是 對於二審法院的法官的指示作用 也就是說 這個傢伙雖然在一審受到有罪判決了 不過因為你是負審制的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當成這個被告是無罪的 重新再次的審理 重新再次的確定他是不是有罪的 你不能夠因為是一審有罪 你就推定他是有罪 然後在二審當中 用推定被告有罪的程序 去審理這個事實審 你唯一的解釋 只有這個解釋的可能性而已 這是唯一 我認為唯一能夠去解釋 為什麼我國的條文是寫 有罪判決確定前 應受無罪推定 它是對於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條文不能夠把它解釋為 有罪判決之後在確定之前 這段時間當中在任何的程序 任何的強制處分 任何的措置 都有無罪推定原則的適用 我認為這是太過了 這已經太過了 那麼這個是我剛提到過了 所以我認為有罪判決之後 至少在對於二審法院而言 可以有不同於判決前的規範 它是應該可以 它是可以有的 而且甚至是應該有的 那麼為什麼呢 是因為有罪判決之後 尤其是重刑的判決 尤其是重罪的判決 它有高度的逃亡可能性 它非常非常可能會跑掉 一個人被判死刑 一個人被判無期出刑之後 他沒有道理不跑 他沒有道理不跑 我們只要重刑他就會跑了 那這個時候 他一旦跑掉之後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會強害司法的公信 有強害司法公信 因為這個時候 會有的問題就是 一般民眾 如果是一般的人跑掉 他不會上得了新聞 那會上新聞的是哪些人 就是high profile的 就是那種知名的人士 那知名人士是哪些呢 動不動就是縣長 動不動就是檢察官 動不動就是法官 那這個時候 對於人民的觀感就是 那監獄只關沒錢人嘛 監獄關的是關 這個沒有當官的人嘛 那小老百姓 永遠跑不掉嘛 那這個時候 會影響到我們的司法公信 再來這些人跑掉之後 他如果不逃 就他不逃亡 他可能會危害公眾或他人 這個時候他可能會去 危害到的是證人 可能會危害到被告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繼續的犯一些 在本質上可能會 反覆重複犯的這個犯罪 那我們 我們現刑法的條文當中 我們這樣子講完了之後 有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要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現刑法的保釋條件 過少也可能是 制止法院 不願意下羈押裁定 不願意下羈押審理的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的保釋條件 在審判當中的保釋條件 能夠用的翻來覆去 就是那幾樣而已 就是聚保折付限制住居 然後不然就是聚保加折付 聚保加折付住居 就是這三個去排列組合 然後不然再不然就是法官 在自己去創造一些 想像一些 條文當中可能根本 沒有規範到的東西 叫什麼定期報告啊 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保釋條件過少 也會使得法院 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保釋條件過少 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被告容易跑掉 法院不願意下羈押 因為我如果聚保折付限制住居 不夠用的時候 我只能夠羈押他了 可是我不想羈押他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能夠用的條件太少了 這個時候我認為 美國的規定是 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參考的 然後但是 在我們繼續 但是但是在我們採取 有罪判決後羈押的 這個制度之前 我認為有一件事情 是我們必須要審慎思考的 這個這件事情 是在比較立法力上 是比較不出來的 就是就是 我們的審判期間 非常非常非常的長 如果我們採取 有罪判決後羈押的這個制度 而審判期間過長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那麼有罪判決後的羈押 會大大的失去他的正當性 為什麼呢 以高院來講 高院從2005年到2014年 一般的案件要審判74天左右 如果是重大案件的話 是258天 如果以審判決有罪之後 就羈押他的話 那麼這個被告 可能被多被羈押的時間 就是74天到258天左右 那如果這個案件 再倒霉一點 再上訴到最高法院 因為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看的是重大犯罪 跟重刑犯罪的話 多半都是給上訴到最高法院去的 如果到最高法院去之後呢 29天跟43天 如果是一般案件的話 是29天 重大案件43天 如果我們單看重大犯罪的話 我們如果採取有罪判決後羈押 而這個被告一路 從一審打到二審打到三審的話 他有罪判決後的羈押 等於是他再多被羈押了 300多天左右 那他的正當性會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他正當性會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在美國或在其他的國家 羈押在使用上會比較沒有那麼的 有問題是因為他們的審判期間是相對短的 因為審判期間相對短 所以我不會關你關太久 你有罪跟無罪 我很快可以告訴你為什麼 我很快可以告訴你 你是有罪還是無罪的 你就抓去關了 你是直接服徒刑 可是我們的羈押期間 很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審判期間過場 審判期間過場的意思就是等於的是 羈押期間會過場 羈押期間過場了之後 我們很難去說 這只是保全被告的一個程序而已 再加上羈押期間過場 在社會的通念當中 已經逐漸的把羈押轉換為 是一種刑罰的前附的時候 一種刑罰的預付的時候 直接做有罪判決之後的羈押 而不解決審判期間過場這個問題 我認為是不妥的 好 建議的部分我認為 就有罪判決後的羈押 我認為有幾種不同的模式 可以採行 第一個就是用法定羈押 這個我認為可以 適用在重大犯罪 如果認為法定羈押 這個太過嚴厲的話 我們可以用推定羈押這個模式 也就是說在重大犯罪當中 推定被告營受羈押 如果這幾個模式 我們認為都不妥當的話 至少我們還可以做的事情是 降低有罪判決後的 檢察官的證明的門檻 比如說我們目前 是要證明到犯罪嫌疑重大 必須要證明到有明確證據 可以證明才能夠羈押被告 至少在有罪判決之後 我們可以降低這個新政門檻 降低到譬如說相當理由 我們就可以來羈押這個被告了 這個是幾個羈押的模式 第二個我們認為要解決的問題 還有就是被告的道庭 道庭的這個事情 被告道庭如果不解決的話 被告知道 知道重罪了他就跑掉了 你根本也沒辦法解決 想要羈押他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在整個 有罪判決之後 我認為應該讓檢察官 有向法院申請居提的權利 至少如果不解決 被告道庭的這個要求的話 那至少給檢察官居提的這個權利 再來就是應該給檢察官 在有罪判決之後的羈押申請權 那這個時候他才能夠附帶的 能夠產生 對於法院決定不羈押的時候 這些的一個生命不服的這個權利 那麼保釋條件過沖 我認為這是必要的 保釋條件過沖 這個有兩個好處 對於被告來講 他就可以不一定要被羈押了 對於國家來講 對於法院來講 對於偵察機關來講 對於執法機關來講 保釋條件的擴充 也可以確保這個被告 就算不被羈押 他人也不會跑掉 審判期間過短 我認為是這個問題 這個整個問題當中 作為核心的一個問題之一 它至少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審判期間 仍然維持了這麼長的審判期間 動不動就是兩百多天 三百多天的話 其實我們在 我們採刑有罪判決之後 羈押的正當性 真的會低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好這個是以上 我跟各位報告的這個題目 謝謝